手术前的刷手服穿搭 累 我是李嘉玲医师 是一名麻醉专科医师 那之前曾经在马迹医院 任职了两年的主治医师之后 才离职 大概在六年多以前呢 就全职在外面不同的 诊所跑麻醉的工作 那目前就是一个派遣的女麻医 那现在呢 离开医院朝九晚五的文艺工作之后呢 日子其实是更加忙碌的 但却也是可以得到 加倍的快乐跟成就感 那因为很享受现在的忙碌的生活 所以想记录一下 自己现在工作的样貌 大家就跟着我一起 过这一天吧 这个衣橱呢 是我平常会放 刷手服跟刷手帽的地方 之前po文有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订做了很多 不同颜色的刷手服 然后他们就会分别 折在这个柜子里面 还有我的刷手帽的收藏 我的collection 所以其实我蛮多顶的这样子 早上的时候呢 我会随着心情 就看自己心情 今天想要穿什么颜色的刷手服这样 然后如果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有时候不太会 想要穿太淡的颜色的刷手服 自己这样觉得 然后呢 就是今天我觉得 很想要穿的是 粉紫色 然后我还是会自己再搭配 跟他比较搭的刷手帽这样子 既然他是淡色系的 所以我就不太会挑 深色的帽子 我就会跟他搭比较淡一点的帽子 来去搭配 这样会看起来比较好看 每天毕竟要穿刷手服的时间 会比较久 所以呢 就是我还蛮重视自己每天 在开刷房里面也要穿的 相对颜色搭配啊 或是什么都要搭得起来的衣服这样 今天就搭 健狗的刷手帽咯 搭配紫色的刷手服 早上的时候呢 我没有什么吃早餐的习惯 所以呢 在出门前的时候 我就会泡一杯咖啡喝 那如果真的很来不及的话呢 我还会把它倒在我的保温瓶里面 然后就直接带出去 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出门的时候会带什么东西 就是刚刚有选好了 紫色刷手服跟健狗的刷手帽 我就放在这个大的夹链带里面 所以我就会拿一个比较相对大的勾链带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 然后呢 其他的我会放的就是我的化妆包 然后这个里面是我的充电器 行动电源 还有一些不同诊所需要用的识别针 跟医师的执照 就会放在这个小包包里面 然后手术过程 一整天有时候可能正餐没有办法好好吃 所以呢 我自己随身都会带一个小零食包 就是里面会放一些小糖果啊 小饼干啊 或者是燕麦片啊 或者是茶包 这样子会随时补充 就会放在这里面 然后呢 香蕉是一个非常好携带 它又给你很大的饱足感 所以其实就是我随身也会带的香蕉 然后跟零食包这样 然后湿纸巾 放进去 那这是我的一个很可爱的口罩夹 就是存放我平常会带的口罩 就会多放几个新的在这里面 这样子 我们第一站要去健检中心嘛 无痛常未进 通常的话呢 健检中心大概就是八点半会开始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自从解封之后呢 就是诊所就会帮每个健检的客人 去做快筛 所以快筛要是阴性的话呢 才可以再进来做 后续的健康检查的项目 会有点delay 所以九点才会开始 然后大概就是预计 十二点中午的时候 就会结束 哈啰 早安 哈啰 早 嘿 我不认证 哈哈哈哈 在这边做抽码药准备码药的部分 那这个抽屉里面呢 通过有不同种CC数20、10跟3CC的空针 可以抽不同种的药物这样子 今天健检有9台无痛的肠胃镜 所以我在这边先准备备的码药 那主要备的码药是 止痛药跟麻醉的破破破就是牛奶针 主要是这两种药物让客人睡着 然后做健检的无痛肠胃镜的检查 那我会用20CC的空针抽破破破 抽在20CC里面 然后三餐你有止痛药 就会用小的3CC的空针抽止痛药 再来10CC的空针呢 其实就是normal selling就是抽水 就是可以让麻醉用药快速的 冲进去客人身体里面 通常呢一次的健检呢 一天会安排大概8到10个客人 那资料通常会在之前 就会先screening run过一次 那在当天的时候呢 我们麻醉科医师到场的时候 也需要在快速的在避拟上面看一下 这个每个客人的过去病史等资料 当天就可以很快速的准备用药 请听听 我是麻醉科医师 你好 我们慢慢去帮你去准备喔 好 你先打在右手 好 谢谢 我一直帮你做晓氧气 然后做晓氧气 这样 好 院长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医师 尤其是在操作内视镜的部分是蛮有技巧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开大玩笑说 要夹那些洗肉啊 切洗肉啊 其实院长夹娃娃一定蛮厉害的 在麻第一台的同时呢 我们就会需要准备第二台第三台的 需要的麻药 开始需要抽药 那同一时间呢 也要好好的聆听 监视器的需要浓度的声音 然后确保健健的客人呢 不会动 同一时间也不会缺药 然后试情况呢 给予加药的部分 那也要一边观察 血压的变化 跟心跳 跟血压的浓度的变化 这样子 如果要尿尿啊 喝水啊 就是从台书跟台书中间出去的时候 要接下一个客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有一个人可能会想说要尿尿的话 就会说 快速去尿尿或者喝个水 然后再回来 再接下一个客人这样 所以不会在中间的时候 做检查的时候 停止 然后大家去喝水尿尿这样 通常呢 就是在这个 麻醉的工作台上面 做仇咬准备的动作 那和病人旁边 再来来去去的话 一整天 部署应该是很惊人的 哈哈 哈哈 好了 健检终于结束了 结束后的所有的 偷偷的麻药 都要跟护士对好 然后才可以把空瓶丢掉 院长辛苦了 耶 哈哈 这里是健检诊所的恢复室 稍微跟大家在这里解释一下 今天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刚好遇到一个健检的客人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洗肉需要做切除的动作 所以呢 除了麻醉时间比较久 麻醉用的剂量比较多以外 同一时间也要配合肠胃科医师 给一些抑制肠蠕动的药物 好让它方便在切洗肉的过程是比较顺利的 所以今天算是有一点累的一个早上 那现在已经中午了 所以我接下来要去坐计程车赶场咯 今天辛苦大家 有一个巨大洗肉要切 其实有一点累 哈哈哈 好啦 谢谢大家 辛苦了 拜拜 拜拜啦 我要赶上去坐计程车了 拜拜 嗨大家 晚安了 晚安了 这边就是圆修室跟更衣室 那我通常会直接进来这边换一下我的等一下要穿的刷手服跟戴刷手帽 然后呢之后就会在开刷房里面呢等一下准备龙底手术的一个麻醉的前去的前面的动作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手术前的刷手服穿搭 给大家 更衣室出来这边就是圆修室 针锁的圆修室 然后 如果有空的话 有空档的话 就是会在这边吃 午餐 但是因为上刀的时间比较久 而且会不放心 手术客人的一个安全 所以我几乎很少会 好好的能够在这边吃一个很好的正餐 这样子 那这边是我的柜子 那平常呢 会放我几套的一个其他的一些刷手服 然后呢 因为比较没有办法吃正餐 有时候呢时间会比较赶 所以呢这边也会有放一些零食 所以这就是我的柜子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把 生理监视器跟麻醉的机器打开 快关打开 然后呢 麻醉的机器在使用之前的时候 会做一个所谓 check麻痹的动作 就是确保麻醉的机器 每一个环节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全程呢 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 所以呢 呃 看一下 全程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 所以同一时间 我们会开始准备一些其他的打针啊 点滴啊 或是准备抽麻药的部分 那等一下是要做龙鼻的手术 所以等一下会需要做插管 然后我们插的管扣 插的管子呢 就是所谓的口弯 所以一样都要再准备好 然后呢 在麻醉机器底下呢 的抽屉呢 会是 呃 放着除了麻醉药物以外 麻醉科医师会用的相关用药 例如说降低口水的用药 利固醇 抗生素 等等 或者是呃 手术结束完之后 肌肉松磁剂的解抗用药 然后呢 就是呃 止血用药 都会在这边 那生压药降压药呢 会在 更后面的地方 以备不时之需 那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呢 我等一下 要准备麻醉的时候 我会用的相关药 我就会先拿起来 放在这个小弯盆里面 等一下准备打针的时候 会呃 连结的麻醉 其他流麻醉用药 给予呃 手术的客人 现在呢 就是手术的客人 在外面等候是等候 然后同一时间 我在这边 备呃 麻醉的一些用药 跟点滴线这样子 用大的空针阻力 其实蛮大的 所以 也是 会抽到手很酸 跟 手张剪 哼 那我们点滴呢 这个 跟这个麻醉用药呢 我们就会拿去点滴架上面 做排气的动作 排好气之后呢 我会把这个 呃 等一下会给的牛奶针 麻醉用药 豆上这个 给予牛奶针的 绑普的机器 豆上去之后 一样也会接在管路线上 好 那点滴线这边就备好咯 呃 现在呢 还有点 呃 等候的时间 因为手术的客人 还有一些问题 想要咨询 呃 手术的医生 所以呢 在还没麻醉前的时候呢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等一下麻醉的手术 那龙黎是一个比较 精雕的一个 术室这样子 所以时间呢 可长可短 呃 快的话呢 可能 比如说大概三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 那 比较久的话 比较不好做 或是要 不好开的话呢 那可能就 要八九十个小时 跑不掉这样子 所以通常 我自己呢 在接龙鼻手术的时候 后面几乎也不会再接其他的刀 私室啊 聚餐啊 也比较不会排在龙鼻手术之后 我通常 手术完之后 我就 自己回家 哈哈 哈哈 逃跑 好的 对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学校里 转到 到了 你们在学校 我们在学校里 在学校里 手术终于结束了 手术如果不太好开的话 甚至一个龙咪手术可能也会到八九十点左右这样子 所以今天算是还好的状态 所以等一下吃完晚餐 sẽ Children. 就像生红栏 一起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